从SCA5法案颁布以来呢 引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关注 法案提出的平权运动一旦实施 将会对加州亚裔学生造成的冲击 加州许多华侨团体呼吁呢 华侨一定要团结起来 向州政府请愿 加州参议员1月30日 以27票赞成对9票反对 通过了SCA5提案 提案将于继日被提到 加州众议院再次投票 如果众议院投票通过 SCA5法案将于今年11月举行公投 最终决定是否恢复在加州大学系统中 实行所谓的入学种族平等计划 今天中午南加州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 罗省中华会馆等团体召开记者会 表示对这项提案的不满 我们大家都知道 所有很多华裔的移民来到我们美国这块土地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下一代 能够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 今天如果SCA5法案通过的话 我们的后代华裔子孙 不但是在受高等教育上面的机会被剥夺 年代的影响就是他们未来在美国社会的发展 也受到严重的限制 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华裔选民 你们一定要关心这个议题 能够去登记选民 而且呢一定要让您的声音听到被你的地区的官员们听到 请大家一定要写信给你们地区的Assembly member 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反对这个SCA5法案的 我们一定要将这个法案停止它进行 而且呢 呼唤这个各位朋友 他现在三的已经同意了 参议院已经同意了 那么我们告诉我们的参议员 州的参议员还有众议员 他们呢要停止这个法案 7月的时候呢 会在这个众议院通过 我们告诉所有的众议员说 这个是不公平的 因为假如说学生 他们是因为种族不能进入大学 是不能够在这个民主社会里面实现的 是不对的 那到11月的人民投票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告诉所有的人民说 我们假如说要有一个很公平 很好的社会 而且很好的大学的时候 这个法案是不能够进行 也不能不合理的 为了抗议对华裔的不公平 主办单位呼吁所有的华人要团结起来 在Change.org网站的请愿书上签名 反对此提案 在3月18日前 必须获得10万签名 才有机会向加州州政府请愿 周旺电视采访报道